台南市政府議長會選案 傳出從一票兩千萬買到五千萬 甚至還有黑槍介入 當初被賴清德舉手說 一定要當選的邱莉莉交保之後 終於出面 我跟林志展副議長 我們經得起調查 也經得起考驗 台南政府議長會選怡雲 關鍵人物林世傑 現任的台南余會理事長 涉嫌把國民黨議員請上車 要對方不投票 敲得是爬山失聯三天之後 6號居提到案 但為何民進黨藥角 有這麼多錢綁裝 郭再清因為爐渣案被調查 林世傑更涉入光電業 背後牽扯龐大利益 台南簡直就是光電之城 重電面積約10個小巨蛋 光是一甲農地 一年租金3.6萬收益 就變千萬利益超龐大 黑金加上黑道 讓深綠俯成大動搖 民眾想知道這些光電業 都是哪一黨在養 賺了錢又拿來做了啥 記得四紅爐成一種台北報導 腦力耗盡需要睡眠 睡前30分鐘來包某某水 放鬆心情 舒緩焦慮幫助睡眠 讓你睡得好精神就好 充飽電再出發 蠟氣的推薦代碼 CTI567 還有主播出人物 CTI444